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可不是补元气的 你们不懂了 那个热量大的都可以把你的身体喝坏 不能听风就是雨啊 学佛学法就是简简单单 把佛法知识运用到你们的生活中就足够了 吃的上面以清淡为主 多多吃一些白菜 这都是对身体好的 还有胡萝卜 这都很好 不要吃刺激性大的食物 这样也不是很 这样也是不好的 会给身体造成某方面的欲望 吃的上面 大家也是克制一下 慢慢的就习惯成自然了 看看你们的师父多苦 清水的面条 他把爱都给了你们 你们一定要争气啊 他不求什么 他只求今生能够多带几个人回家 他把人家的欲望都放下了 他给予你们的是120%的能量支持 你们一定要争气 今生能冲出六道的人 今生能冲出六道的人 一定要跟 跟好台长一起回家 时间不多了 很多的学佛人 开悟的时候已经五六十岁了 时间还多吗 你们还有时间蹦迪吗 时间太少了 让你猛进修 你都不改套了 你还不着急啊 你们的师父真的心急啊 他老是说 如果我再早几十年 像现在这么看悟 我得渡多少人啊 但是你又想过 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你为众生的辛苦 我们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我们知道你在人间受尽了苦难 但是你的心永远只装着观世音菩萨和普天下的众生疾苦 你太累了 可你从来没有喊过停止 我们为你感动的气泪横流 你为众生备了一身的业力 我们一定好好为你护法 今天你完成了观世音菩萨的大愿 我希望天下的人也能够真心的跟着台帐 仪式修成 今世 你们说什么都要上去 不管是为了成佛 还是为了众生 总之 你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不要让菩萨为你的出离 再来人间 你们懂吗 根据你们的师父 我作为台湾方的地神 我一定好好地护持心灵法门的同修的 请台长放心 心灵法门感动天地 大家一定好好跟随台长一事修成 不要再轮回了 谢谢大家 师父 真的是很感动 师父 第一次 他这个大地那个叫 宝生大地 宝生大地呢 他是这样的 宝生大地呢 他是就是沿海一带啊 东南亚 包括中国当时的沿海一带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医啊 而且呢 像这种大地呢 实际上呢 他就是因为在人间呢 做的功德太大 大得不得了 所以呢 他能够成为一个一方的一方的这个大神 大神仙 他因为 他们他们呢 其实护法也是很重要 你看他今天 你要念宝生大地的东西 你看今天第一个打进来的电话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那个台湾共修会 他们台湾共修会 他们台湾共修会 今天整个观音堂打进电话来了 所以你去看 都会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菩萨啊 都在保佑 所以呢 也希望 也希望 那个正能量呢 能够 不断的 那个 能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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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众生了 离苦得乐 这很重要 所以呢 很多菩萨都在护法 护心灵法门 所以希望大家也是好好地努力 对不对啊 因为 因为 因为真正 真正的那些 那些要学佛的人呢 他还是 还是有他的佛缘的 明白吗 也不希望 也不希望 也不希望个别 个别人能够 能够让 个别人能够一些不好的 那些负能量来影响我们这些 正能量的人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广盛大帝都说 我作为台湾方的地神 我一定好好的 护持心灵法门的同修 请台长放心 他很尊 真的很尊敬台长 是啊 他们 上上下下都对台长很好 前上 底下都很好 我自己都知道 只是我这个人呢 你看看师父喜欢讲佛法的时候 讲讲笑笑 我就是为了不把自己 好像变成一个 好像非常 好像一个 像什么神秘人物一样 没有的 跟大家一样 跟众生一样的 开开心心学佛 欢欢喜喜念经 就是让大家离苦得乐 就是这个目的嘛 不要 不要觉得自己 你中有 中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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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腹经伦的话 你最后还是应该用之于明 取之于明嘛 对不对啊 你好好的 明白 救度众生 否则怎么能成菩萨成佛呢 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 你一定保重好身体 你看保生大帝都说 你太累了 可你从来没有喊过停止 我们为你感动的 替泪横流 你为众生 背了一身的业力 是啊 保重好身 是菩萨经常讲的 说 跑得来累的不得了 然后呢 还背一身业回来帮人家 跑得来 现在你看我这次飞机上回来 我心脏非常不舒服 人非常不舒服 很难过的 哎呀 胸闷的 嗯 所以 这个身体真的有点小问题 就是太累了 真的 整天的就是 师父 今天听您讲话都感觉 您不叫引起 就感觉还是有些累了 师父 嗯 很累 还没恢复啦 第一天回来的时候 整个人就像 就像倒时差一样了 浑浑倒倒 一会儿像水 一会儿像水的 不是这么 救人 不是这么容易的 所以很多人嘴巴里讲的好 我要救人 我要衣食修成 我要 发愿 你付出多少啊 你不要讲的 你看看人家付出多少 是有些人整天嘴巴讲 没用的 上不去的 明白了吗 对 真的 他保存道地说 看看你们的师父多苦 清水的面条 他把爱都给了你们 他就说 他给予你们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能量支持 你们一定要争气啊 真的是 唉 没办法 真的上去做菩萨的有几个了 这只能也是随缘了 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吧 救得了的嘛 就是有福气救不了嘛 就没办法 明白了吗 嗯 那师父 师父 那保生大地说 时间太少了 让你冷静心 你都不敢套了 还不着急啊 我们都感受到这种保生大地菩萨对大家不经见的着急啊 师父您最后说几句吧 师父 嗯 就是一年过了 很多人又浪费了一年 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又精进了一年 我们又激功累得的又一年 但是真的有很多人打麻将啊 赚钱啊 就是在不停的消耗着自己的一些福德 然后呢 有些人呢 吃喝嫖赌 吃喝晚乐 嗯 实际上社会上随着开放 也是的确有一些不好的西方的这种不好的这种东西 也给人家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嗯 很多人以为 哎呀 这个性开放了 觉得 哎呀 过去怎么怎么 我们怎么 实际上他们害死他们自己了 你知道现在性病流行啊 艾滋病横流啊 你想想看死多少人啊 过去毕竟没有这些病的 所以有些时候啊 这个残害了多少妇女 这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国家在禁止这些东西 不能让它蔓延呢 实际上很多人就借着改革开放 把一些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病啊 都以为是好的 所以这一定要 为什么我们要弘扬传统的文化 就是要保护中国的那些这个正性正念 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面的人意理智性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还不应该把那些垃圾文化一起吸收进来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个会带来一些这个文化 文化这个残渣 也就是说这些 并不是一种纯的一些正能量的文化 所以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历史 我们要保持 为什么台南不断的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和这个伟大的佛学精神 就是要为了保持我们这个正性正念 让我们的这个这个圆皇子孙 让我们的孩子啊 让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能认清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不正的东西 现在的孩子真的这个概念都不分了 尤其在澳大利亚很多的孩子 这都是相互之间影响 相互之间影响 你想想看在澳大利亚它有一个省 它这个省里面可以吸毒的 所以一到这个 一到大家想很多人想吸毒 他就赶到那个城里面 它那个地方自治 它那个法律就是可以吸毒的 你想想看 这个简直就是 这种法律你说 你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啊 所以现在很多学校里 孩子都吸大麻 像这些 你说我们华人的子弟 怎么中国的传统不能忘记啊 就为什么我们要弘扬佛法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让他们要懂得 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邪的 这个因为已经直接到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我们海外华侨很多的孩子 有的是真的很好 教育的很好 管的严 有的真的已经坏掉了 坏掉的话 真的已经被稀化了 你知道吗 他们不知道 对师傅您说的太对了 确实是 他们维权势力啊 对不对啊 所以有些 在国内的时候好好的 出去国外受到那种 西化的影响 坏了 坏了呀 就是这样的呀 他的教育问题 他是一种理念问题 所以这个这个 长期的在在在海外出生的孩子 如果不对他进行一些 传统文化的教育 他一定会变质的 所以真的是一个现实问题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台长也是觉得 为什么台长觉得任重而道远 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 谢谢您今天的慈悲开设 师傅 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师傅 今天弟子的问题我也完了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傅感恩您 我们很爱您 再见